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林总和陈总是不是要离婚的了 这都谁跟你说的 车间里都传遍了 他们都在议论这事 怎么说的 我也只是听听 你说吧 没事 反正啊 现在人心慌慌的 有的说质疑场要分成两块 还有的说国宏就要倒闭了 大家都挺担心的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真有这事啊 谣言 纯属谣言 没有的事啊 老王 这事啊 从你这就给我打住 别乱传了啊 行 来 来 林总 我知道 你为了咱们这个家 为了咱们的企业 操了太多的心 你说咱俩吧 这么多年 就一直没静下来 好好地说实话 整天在厂里白天忙 忙的都是生意上的事 企业上的事 要不就是合同上的事 回到家 回到家 一说起 还是厂里的事 要不就是 林家跟陈家 两家人的矛盾 怎么解决了 什么大哥跟我姐又吵架了 晚上呢 我要出去应酬 陪人喝酒 跟人家订合同 为了拿一份订单 这些事 说心里话 给我的压力也够大了 当然 我跟你说这些 绝不是为了 给我自己 过去做过的 红堂市找借口 我是想 咱们应该 好好地想一想 将来的日子 应该怎么过 你有没有想过 怎么为什么就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了 是因为有了钱吗 我在老屋待着的时候 就经常想啊 这些年 为了这个企业 就拼命地挣钱 不就是为了有一个 幸福的生活吗 你再看看咱们这家 婚姻名存实亡 孩子因为咱们没有时间 去教育他 变成了问题青年 它是我们的希望啊 我真是担心 万一 万一将来有一天 他要真有什么事啊 你说我还要这一切干什么呀 每天在厂子里忙得我焦头烂了吗 我都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挣钱的机器 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如果挣钱只是为了这样的生活 那我宁可不要 唉 说出来就好了 会轻松一些 咱们以后 一定要给咱们自己 留点属于我们的时间 不管怎么样 你出去接电话吧 关了 关了 不会有人来打扰了 我困了我困了 打扰了 陈总 好 不然有什么话进来说吧 怎么了 我跟你们俩说 厂里边都在传言 你们两个要离婚的事 搞得人心晃晃的 车间里边上上下下的 全在议论了 说这一厂以后还开不开 国工厂以后还有没有 照这样下去的话 厂里边一些技术熟练的工人 肯定会有跳槽的 行了我知道了 去吧 都到齐了 好 到齐了咱们就开会 今天咱们开会主要是请林总 谈一下我们国宏 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这次陈总在福建 跟爱东之一集团进行了洽谈 初步的意向呢 是我们两个厂合作 加工成衣是一次大规模的合作 这样也可以把我们 国宏之一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我在福建那边呢 跟他们的设计部门 接触了一下 他们所设计的那个图纸样式 咱们国宏之一厂 绝对能达到他们的要求 没问题 但是呢 价格问题 还有生产速度能不能跟上 这个是关键 亲爱的 快咱拿到了怎么办 好 我马上给天天给我打电话 过一段时间 爱东那边要派人 到咱们国宏来考察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你接电话 没事 对不起啊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签合同了 我们现在啊 要把手头上的机笔订单 赶紧赶制出来 把人力物力呢 都集中到爱东的这个生产中来 大家跟紧点吧 好了 好了 对咱们沟红来讲 这个是个大动作呀 诸位啊 好吧 您放心 呃 今天会就开到这 散会 好 叔来 跟我来一起 来来 您好 刚才 他来电话了 晚饭我不想回去吃了 我想把这个事情 解决一下 放心 我一定能够处理好的 林红 晚上等着我 苏兰 你现在的财务情况 是不是要跟建国和林红两个人汇报啊 对啊 怎么了 你说 他们会离婚吗 当然不会 他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我觉得呀 咱们得留个心眼 这财务上 这财务上 该瞒着林红的呀 最好瞒着他 哥呀 你说句话呀 你以我做半天了 一句话都不说呢 夏天啊 你想过没有 如果陈建国和林红真的离了婚 咱们怎么办 哎 他们俩不是好了吗 你看今天开会的时候 装的 还是做给别人看的 吃饭啦 哎呦 听见啦 你今天都干什么啊 竟折腾这些烂七八糟没用的东西 我说你烦不烦啊 我说你烦不烦啊 哎 你整天混混噩噩的这么过日子 到底将来干什么啊 想过没有 音乐 我还告诉你啊 你要拿这音乐当一爱好 我不说你 可是你要拿它当不上学的理由 门也没有 你还想拿这东西过一辈子 是啊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我跟你说 以前我跟你爸忙顾不上来你 现在我就要管你 你自己也要对自己负责 听见没有 哎呦呦 林总 你还少管我了 我怎么对自己负责呀 啊 你想让我做什么 您说说 我让你做什么 我让你今天就去上学去 你考不上大学你能做什么 啊 哎呀上学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您说 我现在不愁吃不愁穿 过得还比别人好 那上学还有什么意义啊 你说你 你想想年纪怎么就想些这些 好吃懒做的事啊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 你以后好多事情要做呀 你有没有想过 我这么想 正是因为我能这么做 谁想我是你们的儿子了 您跟陈总开创了一番事业 挣了那么多的钱 把我需要挣的你们都挣完了 我估计这些钱够我活两辈子了吧 你啊 考不上大学 休想从这家里拿走一分钱 行行行 又是钱 又拿钱来压我 行我上学 哎 您说我上学我学什么呀 你知道吗 我是不知道我学什么 哎呀 你们啊就给我当成一个天才 让我好好学习 考一个好大学 给你们长脸 让你们有面子 是吧 就拿我出国来说吧 不是你们觉得好 你们觉得我出国给你们长脸了 你们什么时候真正的关心过我 你们想的都是你们自己 如果我拿点做的不对 给你们丢脸了 你们就拿钱来压我 对吧 凡凡 凡凡 妈妈承认 我以前和你爸爸工作忙 顾不过来你 可是现在我想重新来过 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那我呢 我用我的一辈子 换来你们的欢喜 你们还不一定正眼看我 就算我成功了 别人也会以为 我是靠你们的发达而成功的 哎呀 与其这样啊 我还不如享受你们的财富呢 活着那么累干嘛呀 你怎么不上去啊 过来吧 有话我跟你说 你到底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这几天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回 我到底哪招你惹你呢 有个事我想告诉你 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咱俩分手吧 以后不要见面了 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出来 陈建国 你要跟我分手 你要跟我分手 对 什么东西 我有了 我有了 有什么了 我怀孕了 这是夜云棒 我昨天测的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今天又去了趟医院 这是换眼单 我吃饱了啊 就吃这一点 再吃一点 你先回屋 一会儿我找你有事 爸 这小鱼挺好的 您吃点吧 好 这个辣椒呢 给你盛碗汤吧 好 这小鱼挺好的 我不是你们说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陈凡 不让你上楼吗 你又偷偷跑哪去了 赶紧给我回来 你有完没完 你管那么多干嘛 好了 凌晓 凌晓 陈凡没在家啊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这小子 凌晓 我跟那个人的事 彻底了了 从此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好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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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辣子不 哎 调调调 上戏法大乖 辣子一点儿菜 没调辣子 没调葱 炼调多长 没调辣子 我不要 好 话 哎 这反反的 嗯 你再包吵醒你孙子了 你这娃饿不住 放心 你不好说 那还就吵醒这次反反 这次回去以前 我一定要和他好好谈一次话 生在府中不知府 对他呢 只有一个姿 那总是大 你不要把贼人都推到我的身上 反反现在一天在外头都干些啥 你知道不知道 对孩子要交于为主 但是反反也打了 也有个恋眠你 哎 你那么大的孙子 我大过你没 哎呀 你说 我都即使碎的人了 你都不要再舍我了些 再舍了 我孙子我多听话的 你想啊 我仨死后惹你生过气 我仨死后不孙子了 你凭啥当啊 哈哈 哎 爸你放心 如何交于你孙子 你这儿子行为又输 放心吧 一个家里头 活活气气 团团圆圆 这就是好日子 只要你们的日子过得好 老人就高兴 嗯 来爸 祝你健康啊 来 健康健康 快快 走 昨天啊我上大街去买衣服 哎呦看见一个小女孩 哎呀她穿着衣服哎 从这儿到这儿 就挡了一块布 剩下这儿全都漏的 哎呦恶心死了 哈哈哈哈 咱现在前面呀 小年轻 他怎么都不怕的 我都没见过 怎么穿的 上班时间你们干什么呢 春风 我希望你注意一下影响 车间的运作你还管不管了 你不正管着吗 我就不明白了 你怎么那么喜欢管人呢 你说什么呢你 咱们刚开了家庭会议 要以大局为主 搞好团结 昨天说今天有钱 钱呢 我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哎 万少 我给你提个想法 你们家什么地方的保险柜 你既知道里面有现金 而且你还能看见别人打开的 有了 哎呦 我来找我妈来了 你妈 你妈和你爸也回去吃饭去了 啊 啊 那我也没事了 我也回去了 啊 啊 怎么回事啊 反正我已经跟他表明态度了 我说一切全都结束了 也许他还想 李虹 你得相信我 真的 那就睡吧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这个卡上还有多少余额 好嘞至早谢谢啊 这张卡里有二十万 你留着走 你就这么把我给甩了 冬安手术剩下的费用 你留着用了 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到底怎么了 我做错什么了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原因 行了吧 我不让你走 闪开 让我走 咱们这样下雪 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我 好了好了好了 听话 听话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把卡收好了 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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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要我说干脆把妈接过来吧 你们俩一块在这住一段 不用了不用了 这个在城里头住的时间长了 还不习惯 和谐好 妈妈一个人在屋里 你好好陪陪她 啥时候想来呢 卖个票 跟个打个电话 安个七七你 哎呀 有么多东西呢 建国 你不要先把啰嗦 我该舍的话 我还要舍你 啊 要是搬这个拱畅 让你两口子不活没了 这个拱畅 他宁可不搬 要是 你借个妹子 挨着你这私了 我可以把他们另回去 不为难你们 没有 但是 你两口子可不能散了 这 你媳妇 这可是老天爷 给你的一个最珍贵的礼物 你要是把它丢了 你挖这辈子就完了 爸 你都放心吧 我知道了 好 只要你得活好 我就放心了 我现在最放心不好的 就是办法 陈伯 来 干嘛 你给我起来 不是你干嘛呀 你 哎哎哎哎哎 放开放开 放开 哎呀 哪去了你 吃饭 家里没你的饭吃啊 哎呦 您又什么时候在这吃过饭啊 哎哎哎哎 不要大碗嘛 有话好好的说嘛 看看 你不能这哈对待父母啊 嗯 你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你不回家吃饭应该给大人打个招 你不能让大人着急嘛 对不对 对吧 爷爷我都听您的 嗯 我下次改 哦 好好好 那我能改就好 哎呦 整个胆子给他说啊 嗯 你好好跟爷爷说啊 别拧吧 哎 想想想吃吃 哎 走 哎 我还说你这个我哥 起 起 起来 来 来 来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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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爷跟你说 嗯 嗯 爸爸 嗯 你跟爷爷说 这以后 你想干啥 哎呦 爷爷我头晕 哎 我先走了 咋了咋了 来来来来来 你听爷爷跟你说啊 这一日自己在于晨 一年自己在于春 一生自己在于秦 这啥意思懂得不懂得 不懂得 不懂得 一年自己在于春 就是说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人得要勤快 要播种 到秋天才能够有收获 人无敌以上 敌 无人 一年 就说你不勤快 你这一年你就磨吃的了 哎呦 爷爷 这个我都懂 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理想 我也在努力 啊 你给爷说一下 你有啥理想 做一名绕舌歌手 啥 绕舌歌手 也叫黑泡泡 绕舌 黑泡泡 爷爷 您不知道 我能理解 林总跟陈总不知道 我就不能理解 那 这是个正经工作吗 当然正经工作了 能赚好多钱呢 以后你在电视还能看见我 你就跟别人说 看看 这是我孙子 独牛白 哦 那 那以后你要是 成不成了 你弄啥 这我倒不担心 林总陈总 赚那么多钱 我不用白不用 哎 烦烦 爷给你设个呆哲利的话 不 不 不过三代 爷爷 我正好是第二代 爸爸 你爸想你这么大的死后 为了年数 撒苦没有吃过 爷爷 他那不叫吃苦 他当时 一定也特乐意 那个时候什么年代啊 谁能像他们那样 这烧庄补木里 老大屠伤北 OKOKOK 爷爷我头晕 我先睡会儿啊 哎哎哎哎哎 你就这样跟你爷爷聊天呢 啊 爸 咱坐 那怕路上渡车 好 麻烦 爷回去好好地准备哈 下一次来咱划散轮街 嘿 哎呦我的妈 海洛啊 哎呀 哎说的我都说了 他的意思就是要分手 那怎么办 他现在把钱都给我了 又要我把孩子打掉 嗯 知道了 但现在呢 爸 车都不送你了啊 好 让蓝蓝开上饿的车送你到地上行不 哎不用不用 蓝蓝吃就行了 好好好 吃吃 监管 你得好好的过日子啊 谢谢您的联合 爸看您说的 上车吧 这个就走了啊 上车你放心 好 回去到了家给我们个电话哈 路上笑醒啊 开慢点啊 走 哎 哎 建国建国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行了我都知道了 喂 说话 有什么事你电话里说吧 那好 那咱们 在外边见 来 跑眼儿 都准备好了 时间还早着呢 说声话吧 说声话吧 像泪水溪窗 守红思念 两只人阳远程 什么 我知道 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知道了就好 虽然我接受 但我觉得这不公平 我心绽放了 在这个世界上 还想奢望得到什么公平 那可就太傻了 我就喜欢你这么跟我说话 让我感觉自己 还像个小孩子 行了 走吧 别误了航班 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你就不能多陪我说说话了 就是为了你们家那些破事 你才和我分手的 对吧 知道了 你要问 你老婆知道了 你老婆知道了 难怪 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 我是担心 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以前你心烦的时候 你就来找我 好 以后呢 行了 我以后的事 用不着你管了 人家对你好 你就这样 我都做出这么大牺牲了 你还想要什么 那个卡 收好了 卡在这里 我收下了 我本来不想要的 弄得我好像很贪财似的 但是为了让你放心 我只能收下了 我回去就做手术 悄悄的 没有人知道 这下你放心了吗 可是会 方言 谢谢 行了吧 哎 你爱过我吗 来啊 我上午公司还有个会 你自己打地走了 你去吧 小心啊 自己 多保重 多分手了 你就不用搞得那么伤感 就是 cold 六 七 五 六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词 杨茜 剩一人 共放着歌后 失败了 我们孤独相守 星光拉着 我的双手 全国外 供应着快乐的美酒 每天我 孤独一人 幸福 往事 一遍一遍 飞起了 做不到我 当年快乐 不会再有 不会再有 寂寞 是我们有种享受 喜欢幸福每天 陪伴我的朋友 朋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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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